早晨,各位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五的早上 隔夜美股方面三大指數都上升 而且三大指數在創新高 市場當然衷敬中美貿易會談有機會真正達成突破 似乎現在講到雙方都會按階段 撤銷對雙方的加徵關稅情況 非常有望真正達成共識 看看是否下個月初在倫敦舉行的北約會議上簽署 市場繼續一片憧憬 恆生指數初步都挨近27,800點附近 那些位置是繼續挑戰28,000點 強勢的板塊當然要看著人民幣其實已經站穩了七算 曾經去到6.96多附近的話 就相當之利好子業、航空和內房股 就知道同樣是首詞 感谢观看